提到古代后宫,女子的得宠,虽然离不开美貌与财情,但是更离不开子嗣,可是,在明朝的历史上,却有一位无所出,却宠冠六宫的女子,她就是明献宗朱建身的妃子,万真儿,历史上的万贵妃容貌平平,长得像男人,史料记载她生如红中,貌雄生俱,类男子,为何明献宗却一生只爱她一个人呢? 见以往可以知未来,喜欢请点击订阅,开启订阅小铃铛,心理上的毛病,明献宗有强烈的恋慕情节,据史料记载,万世四岁入宫后,服侍的是孙太后,土木铺之便后,林宗被瓦剌俘,叔父明代宗临危受命,出任监国,孙太后有远见,预感将来明代宗会对付小太子朱建身,便派了个可信的宫女,去照顾两岁的太子,这个宫女就是十九岁的万世, 事实果然不出孙太后所料,后来明代宗废掉朱建身,将其逐出东宫,更亦自己儿子,年方五岁的朱建身,和被瓦剌放回的父亲英宗各求于义工,母亲周氏跟父亲一处,就在这种动荡不安,拨云诡诀,坎坷不安的童年时代,都是万世在陪伴着她,给她安慰,给她鼓励,彼时的万世俨然是她的母亲,又是一个知心的大姐姐,她对万世很自然就产生了依恋和敬畏, 而在后来英宗复辟后,朱建身又成为太子,心急深细的万世,使出浑身解数,施展了自身魅力,让明献宗尝试了云语之情,此后,万世在明献宗心里,是母亲,是知心姐姐,也是情人,对于母亲,她是敬畏的,所以即便伤天害理,她也不敢阻止,更不敢责罚,对于情人,她是忠情的,所以她厌烦万世以外的妃嫔,任由万世包揽后宫,一手遮天。 生理上的毛病,口吃和睡眠障碍,因为小时候遭受一段胆战心惊的日子,朱建身因此自卑胆小而口吃,这种生理问题,只有在面对最信任最亲密的人时,她才会得到缓解,这时候她才重拾自信。 而除了口吃,她还有睡眠障碍,据史料记载,早年周太后对儿子迷恋万世,也很不解,曾问明献宗,她长得又不漂亮,你喜欢她什么? 明献宗答道,只有在她抚摸下我才能安睡,不是因为容貌。 说白了,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存活下来的朱建身,只有当日作为她保护伞的万世才能给她安全感,这是美貌才华,年轻这些都取代不了的。 当然,说到最后,还得佩服万世,眼光够长远,面对比她小17岁的太子,都能考虑到未来,不仅不离不弃,尽心竭力保护她,又懂得投其所好,她深谙宫中规矩,摸清了朱建身的性格弱点,胆小自卑,单纯脆弱的朱建身,在这样的彪悍机敏的女人面前,只有被玩弄控制得泛滥。 万世儿的一生,可以说是非常传奇,从小压对了宝,长大后顺风顺水,就连她做的恶事,都直接被朱建身原谅了。 霍乱后宫,皇后刚入宫一个月,便因她被废,天顺八年真宅时期。 明英宗驾崩,16岁的太子朱建身继位,视为明宪宗,经过前太后,明宪宗生母周太后的决定后,先前被英宗所看中的太子妃候选人吴氏,被封为皇后,并于这一年7月21日大婚,16岁的吴皇后正憧憬着美好的未来,却不知暗出一双眼睛在恨恨地盯着她,这个人就是明宪宗的妃子万世。 彼时的万世,自四岁进宫至今,已经在宫里待了近三十年,与明宪宗相如以沫多年的她,一直是后卫为自己的目标,谁知如今却被一个黄毛丫头轻而易举地得到。 而自己却只是一个小小的妃嫔,万世越想越不服,越想越恨。 另一面,虽然吴皇后年轻娇艳,仪态高雅,但明宪宗对她却没有任何感觉。 本来一开始,她是想让万世做皇后的,但又于现实只好放弃。 如今看到吴皇后,她甚至有点厌恶,明宪宗对吴皇后的态度给了万世莫大的安慰,同时也让她有了和吴皇后作对的勇气。 她常常趁着跟明宪宗在一起时,各种诋毁构陷吴皇后,而在吴皇后面前,她会故意冷嘲热讽,以激怒吴皇后。 一开始,吴皇后考虑到她是宫中的老人。 自己年轻未高,被对方极度也能理解,可后来,万世竟然变本加厉,一次次不给她面子。 作为皇后,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历历规矩了,所以便命人给了这位万大妈一顿板子。 万世身上挨着板子,心里却乐开了花。 此话让明宪宗更加愤恨,她提出要废后,为了废后,明宪宗不惜对当初负责协助选后的太监牛玉言行逼供。 终于得出英宗原本看重王室,因吴氏父亲行贿,而选吴氏这种口供。 最终,吴皇后被废,而为了废掉吴皇后所制造的一系列假证据中所涉及的人员,都遭到了不白之冤,吴皇后被废后。 万世以为自己可以等来皇后职位,然而在前面的假证据中,提及英宗遗愿是让王室为后,这就让王室白白捡了个便宜,万世恨得牙痒痒也只有接受了。 15岁的王室懵懵懂懂简陋,他的父亲王震却吓得坐不住了,他打听到吴皇后被废与万世有关,赶紧寻机会跟叮嘱女儿,要她凡事别管,凡事提防万世,别和她过不去。 此后王皇后面对万世就佛计了,处处谦虚忍让,就连明宪宗偶尔照醒她,她都推脱不见,明宪宗也懒得再找她,据《最为路》记载,王皇后中其身不实性,她15岁入宫,69岁轰逝,整整54年,被明宪宗照醒不到十次,她活成了个傀儡,倒也保住了命。 残杀皇子,承花二年,珍宅 交房专宠的万贵妃,剩下皇长子,明宪宗欣喜若狂,派人到全国名山大川祭告,万世也被晋升为皇贵妃,如果不出意外,这位皇长子就是将来的皇帝,万贵妃又懒尽皇帝宠爱,如今她虽不是皇后,但风头势力已在皇后之上,将来皇太后也指日可待,只可惜,上天不打算太眷顾她,在她的孩子还未命名时,便妖妖妖妖妖, 连一岁都不到,彼时的万贵妃,年近四十,在那时几乎没有生育的可能了,事实上也是如此,万贵妃此后再没有怀孕,这打击让万贵妃几乎崩溃,为了再生出皇子,她千方百计将明宪宗揽在身边,同时为了防止其他后妃在她前面有孕,她还费尽心思阻止她召醒其他后妃,她的亲信耳目遍布整个后宫,如果发现皇帝在哪个宫中留宿,皇帝前脚刚走,她的人后妃, 后脚就会送来堕胎药,即使有的人逃过一时,一旦出现妊身反应,也会被强迫喝下堕胎药,夜庭玉姓有身,引药伤坠者无数,明史,后妃传,这些妃嫔都知晓万贵妃的手段,无人敢不从,有的为了避免吃药伤身,索性寻借口,推掉了明宪宗的肇性。 虽然万贵妃的魔爪,在后宫布下天罗地网,但仍旧摆迷一书,成化五年,贤妃百世,竟然生下了个男孩,朝野一片欢心,明宪宗为其取名幼极,幼极两岁,明宪宗赵祖之立其为太子,谁知四个月后,身体一向健康活泼的他,突然夭折,所有人都很是诧异,但没人敢提出怀疑,而明宪宗,虽然心知肚明,但也没有追究, 成化十一年,被养在冷宫六年的皇子朱又堂被公开,那是成化五年明宪宗偶然在内城孕库,赵姓一位宫女所生的孩子,在众多宫女和太监的保密下。 她得以顺利出生并长大,虽然因为营养不良很是瘦弱,头上还有因为堕胎要留下的突斑孝宗之声,顶寸许无法,或约要所重也,万贵非得知朱又诚存在时,急紧疯掉,但是因为周太后将孩子放在身边抚养,她已经没有下手的机会,经过几次接触后,万贵非感觉到朱又诚的防备,深感害怕,而另一面,因为她和宦官全臣内外勾结,搜刮钱财,明宪宗心里明白却不追究, 只是警告他们阵线在宽恕你们,但后人恐怕会找你们算账,这让万贵非和她的同伙们想要更以太子。 她开始催促明宪宗,召兴其他妃子,此后明宪宗又生了十一个儿子,在万贵非的枕边风下,明宪宗也几乎要更以太子,幸亏那年泰山地震,明宪宗担心这是天心玉井,就打消了念头。 成华二十三年春天,年过六十的万贵非,因为殴打一位小宫女时太过生气,导致痰气一时堵塞,当场弃绝,万贵非死后,明宪宗痛心疾首,眼睛哭到出血,欺然说道,万事长去了,我一将去矣,果然,同年八月,明宪宗因为悲伤过度而驾崩,十年四十岁。 遗伤可见,虽然万贵非年长且色衰,但明宪宗对他的纵容和宠爱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,明人沈德福在编撰《万利也获篇》时对此感叹道,自古非贫成恩最晚,而最专最久者未有如此。